各位好 歡迎收看R100專名開槓 2000年的總統大選票數 終於全部開出來了 實際上也就是所謂的變天 終於發生了 那麼更重要的有很多的民眾 可能在今天晚間是非常的興奮快樂激昂 但是也有相對很多的民眾是處於低迷悲傷 甚至於相當程度的一些的淒慘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可能立刻的會面對很多的問題 無論是新當選的總統陳水扁先生 可能在稍後慶祝不多久 就會面對一連串排山倒海的問題 那麼很多的民眾也在徬徨 甚至於有些恐懼之中 但是我們都必須要承認一點的 這就是我們國內的民主選舉的確保跟萬歲 也就是我們的民主萬歲 而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有這樣子全面性的一個民主化 也就是肯定我們自己最能夠堅實我們自己 堅實我們擁有未來明天光明 持續繁榮的一個基礎 所以面對這樣的結果 全民共同都要來手繫手的去迎接這個未來 而在立即的我們有很多的問題 要一一的為各位來探討 我們現在在現場的 就有很多的學者專家名義代表 稍後我們有更多不同的領域裡面的 學者專家都會參與提供所有的民眾 無論在你心裡的層面 或者是在國家社會安定的層面 或者在療傷止痛的方面 或者是在立即面對的兩岸的問題 我們都會讓所有的觀眾朋友來了解 甚至於在政黨政權的轉移輪替的問題上面的過程 是不是順利 同時還有政局的新的一些的改變 會牽涉變局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也都會一一的讓所有的觀眾朋友了解 同時馬上立即發生的是經濟上的安定 人心的安定 一連串的排山倒海的問題 我們稍後歡迎所有的觀眾朋友 或者是觀眾朋友說 我們新任的新當選的總統陳水扁先生 他可能要做些什麼事情 其他的政黨要做些什麼事情 那麼其他尤其是今天晚上 在聖地慶祝的民眾 要跟所有可能還在相當彷徨低迷的民眾 要怎麼樣的持續來面對或者是結合 因為這所有我們共同面對的問題 不是只有一個人一個政黨 一些人要面對 而是我們全民共同面對 2100專民開槓今天從現在開始一直會到 晚上深夜的12點鐘 我們歡迎觀眾朋友鎖定 也歡迎觀眾朋友提供您寶貴的建議 我們首先為各位介紹我們在現場的 有四位來賓 第一位為各位介紹 Steven Yates 那麼他是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研究員 對兩岸問題 對兩岸跟美國之間的三個方向 都可能是非常清楚的 稍後提供意見 歡迎到現場來 那麼另外也跟各位介紹的是 是針對兩岸問題大陸問題非常有研究的淡江大學的大陸研究所的所長 張伍岳 張教授也歡迎您 還有是中山大學中山所的廖達琦 廖教授也歡迎在我們現場來 另外還有立法委員也是在最近這一兩天出來支持 是宋政營的是秦慧珠 秦委員歡迎到現場來 還有是陳水扁大選國政南途委員會的副執行長 那麼也是相當程度的可能在這個未來是針對兩岸的問題 這個陳水扁先生有非常多的依靠的郭正亮 郭教授歡迎到現場來 那麼還有立法委員陳學勝 陳委員也是連銷競選總部的發言人 所以在請教各位之前很簡短的讓所有的觀眾朋友能夠了解一下 在今天晚間我們隨時有任何重大的一些的要宣誓的 無論是那麼民進黨的陳水扁先生 李遠哲先生 或者稍前的連戰先生 甚至於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先生 有任何一些的重大的宣誓 我們都會立刻讓所有的觀眾朋友來觀察 同時稍後聽說陳水扁先生有記者會 也會讓所有觀眾朋友全程來觀看 同時在今天的總票數一共是12664394 佔了81.9的投票率 那麼連戰先生是2925513 佔了23.1% 那麼宋楚瑜先生是4664932 佔了36.84% 兩個人實際上相差的數字是312805張票 那麼實際上的差距是相當有限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剛才一開始也請教了 說我們的民眾可能有很多人在慶祝的時候 我們在畫面上可以看到很多人非常興奮在慶祝 像是史蒂芬在美國也經常經歷過這個場面 所謂的政黨的輪替 但是這在台灣是55年來的第一次 有人慶祝就一定有人悲傷 有人高興就有人可能一定是相當的低落甚至於憤怒 所以這一點我想請教各位也代表不同陣營 也有學界的人士我們一一的來談 所以這邊是不是從陳岳盛協您是連消競選總部的發言人 那麼您覺得怎麼樣能夠快速的讓 或者支持連戰蕭萬長國民黨的支持者能夠療傷止痛 稍後我們一一聽 先跟大家致歉因為我感冒的緣故 然後我聲音不太清楚 第二個也代表連消競選總部 大家跟所有的觀眾朋友人民跟大家致歉 那麼在這場選戰之後 我覺得國民黨真的要好好的體悟 高層跟基層之間確實有斷層存在 那麼這是不能夠否認的事實 並且我們輸給第二名跟第一名 有一個很明顯的差距在 表示在基層組織動員 還有在氣勢上面 我們確實落後別人很多 那麼未來如何跟基層之間拉近距離 還有跟宋先生之間 那麼他所形成的一個團隊 未來是要同平行的競爭 還是說彼此人要做一個結合 可能要好好的去談 但是我心裡有個感觸在 可能有很多在這次選戰過程當中 形成的恩怨 包括有一些人物在內 可能都必須要在歷史當中 要留存了 因為要有一個新的局面開始 可能就需要有一些新的人物 重新才能夠把過去的一些恩怨 切除掉以後 才有一個新的開始 那麼這可能要逐步要更開闊的胸襟 來面對未來 您剛提了一個所謂的恩怨 這個恩怨如果說在過去的將近一年 甚至於最激烈的過去的將近三月的時間 那麼彼此的負面的文宣 言語的相互的供給 可能是在心中會存留 但是這樣的存留 是不是會持續轉移到民眾 民眾是不是還會有持續會多久 那麼這都是值得大家觀察的 這點郭正亮教授 雖然今天陳水扁先生也贏了 您在過去的將近一年多的時間 也每次在我們這個場面上 跟所有的觀眾朋友 也跟其他的不同的來交鋒 但是今天雖然贏了 可是民眾基本上是六成跟四成之間 所以您覺得這個是不是 大家如何能夠讓民眾能夠了解 民眾非常關心這個角度 首先要感謝支持陳呂沛這樣的一個選民的支持 我想陳水扁他非常的清楚 他是少數總統 那未來事實上要面對立法院 國民大會 甚至是舊的大法官會議 對於他的一個憲法的一個監督 那事實上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我也知道就是 因為民進黨是第一次執政 那過去事實上糾結很多歷史認同 還有歷史理解上的不同 那很多部分可能是 有很多的扭曲跟誤解 那這部分我們會盡力去溝通 我想現在是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那我覺得大家要共同走出悲情 這個悲情其實不只是民進黨有 其實很多這個反對民進黨的朋友也有 那事實上面對兩岸我們也是呼籲就是 兩岸能夠共同走出他們的歷史悲情 不要讓兩種歷史悲情來衝撞 那這樣衝撞是讓國內 也很難來調節出共識 那兩岸也很難有共識 所以我想陳水扁他會以最大的包容心 還有多元的一個做法 來提出一些具體解決問題的辦法 那他也知道他自己的不足 所以他希望藉重李遠哲先生 來整合一些兩岸事務 這時候陳水扁先生也有一個記者會 可能在記者會裡面會針對兩岸的問題 或者是怎麼樣跟其他的社會大眾 做一些呼應宣示 但是剛剛談到說這個悲情的問題 這可能也知道我們這個社會裡面 那麼在55年的大家說 是不是要政黨輪替 那麼今天終於發生了 那麼在這個族群方面的悲情 那麼在階級或者是意識形態之下 所產生的一些的悲情 那麼這個悲情可能在這次大選裡面 全部被這個激化出來 是不是能夠在很快速的時間之內 能夠把它做一些快速的這個補償 這點秦輝珠小姐是不是秦委員 也可以來談一下 在過去的幾天之內 包括支持宋楚瑜先生的 從這個昨天晚上也可以看得出來 跟包括連戰先生 陳水扁先生 都是幾十萬人的在那邊嘶吼 都相信自己會當選 那麼今天我們能夠展現 剛才一開始跟各位報告的 是台灣最值得驕傲的 就是我們的民主 那麼到目前為止 那麼所有的社會大眾 在面對在接受之中 但是心裡面還是有各種的翻滾 那這點秦輝珠秦委員 您可能內心最大的感受 是 我首先要代表 新台灣人服務團隊 以及宋楚瑜先生和張昭雄先生 向陳水扁先生和呂秀蓮女士 致上最大的恭喜之意 恭喜他們即將就任中華民國 第十任的總統和副總統 也要向連戰先生 跟蕭萬長先生致意 大家辛苦了 同時更要向所有支持 宋張配的四百多萬張選票說聲 謝謝 我們新台灣人服務團隊 一路走來備償艱辛 但是還好有你們的支持跟幫忙 民主的選舉結束了 我們共同來接受2300萬同胞 他們全體的決定 但是光榮的仗我們打過了 雖然功敗垂成 但是我們雖敗猶榮 選舉的結束不是宋團隊的結束 而是下一波動力的開始 我們會繼續努力 重新為我們的理想 為我們堅持奮鬥 至於我們整個團隊未來的發展方向 我們歡迎大家提供意見給我們 當然我們內部也會做審慎的評估跟研究 中國國民黨在50年前輸給了共產黨 50年後又一夕變天 輸給了民進黨 表面上他是輸給了民進黨 其實他是輸給了自己 輸給了國民黨 李登輝總統在執政12年之後 終於政權和平轉移了 但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想所有中國國民黨員是同聲一哭 很多的眷村全村都在哭 這樣的情況 我們真的是覺得非常非常的難過 但是我們雖然失敗了 我們並不棄累 就像50年前敗給共產黨一樣 我相信我們會繼續站起來繼續努力的 是 那麼這個不是這個國共之戰的這種情況 這是在國內一個政權 政治的相互的競爭的這種狀況 那麼民眾如果說面對這些問題 還有一些在這個前 昨天以前的這種殘存的 因為競爭 因為激昂的這個大選 所留下來的情緒的話 那麼我們稍後要繼續請幾位教授 包括Steven Yates都可以來談一下 我們現在面對的 恐怕已經沒有時間去想過去 你我之間的差別 而是這是全民共同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我們這些問題該怎麼樣處理 沒有一個人是可以躲避的 也沒有一個人說這是他贏了 跟我有什麼關係 但是這個民主的國家 現在就變成我們全部共同要面對 共同來承擔的 我們一個一個問題 會讓大家來面對來了解 稍後來聽觀眾朋友 我們這邊稍微休息片 馬上就回到現場來 回到大選之後的結果 我們全民共同面對的問題 那麼稍後有重大的一些問題 要該來處理的民眾如何 來共同提供意見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聯校競選總部的總幹事 胡志強前任的外交部長 也有話要說 剛才國民黨的秘書長黃坤輝 已經宣布辭職 胡志強先生有話要說 我們聽一下 一個集體的決定 如果我們用一兩個原因來解釋 我覺得會失真 所以有相當多的因素 影響這個投票的結果 我當然不能否認這個選舉的結果 和我們的預估有相當大的落差 那我也沒有說錯 到昨天為止 十個民調當中 現在可以說了 順序都是一二三 連扁送 可是從3月8號開始 當民調真正逐漸開始 對我們有利的時候 民調是不能公布的 所以外面就各有傳言 然後在各種傳言之下呢 變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說法 所以即便是趨勢 在這個最後一刻 看起來對你有利呢 民眾並不知道 民眾心裡存的印象呢 是從去年一直到今年3月7號 連先生的民調並不高 而我們沒有辦法 把這樣的一個訊息傳出去 所以已經有所改變 到最後我也覺得 有一個因素今天所沒有討論的 就是你看所有的民調當中 這個氣保 用氣保兩個字形容這個心理 都可能不太妥適 因為真的有一部分的民眾擔心 陳水扁先生擔任總統 另外有相當多的一部分民眾 擔心宋楚瑜先生擔任總統 歷次的民調當中 對於連先生的接受 現場來這個胡志強先生 前任的外交部長 也是連先生歐清選總部的總幹事在說 那麼是不是過去的十天以來的 所有的這個民調指數 但是是不是跟今天的這個差距 為什麼差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無論是這個陳水扁的 39.3%的得票率 宋楚瑜先生的36.84% 跟連戰線23.1% 這不是差一點 這是差很多 那麼在這樣的這個情況下 這認知的這種差距 這點是廖教授是不是可以分析一下 同時在這個時候 如果再談這個差距 再談這個氣保 是不是還有它的這個必要性 我們是不是過去 從現在以前的過去了 我們先看以後的這種事情 您的看法是 我想這個剛才胡先生這樣講 讓我很意外 如果說他真的看到民調 都是連扁送這樣排的話 那我懷疑這真的像以前 袁世凱當總統 最後的時候他所收到的訊息 全部都周圍假造的 而沒有得到真的訊息 因為我們在周圍得到的訊息 無論是從間接從各陣營拿到的資料 或者說我們聽到的耳語傳播 都是連是已經被雙方放棄 就是連的票向兩邊流 而不是說什麼都怕送當選 怕陳當選回到連戰這裡 那我想這些問題 其實現在他們當然要檢討內部的問題 但是最重要的是 國民黨要怎麼自己打起事起來 面對未來 而且現在面對這樣的一個殘局 這內部資訊不全 整個聯系管道出了問題 那麼怎麼國民黨重新收拾這些殘局 所以面對馬上5月20號 可能就來的所謂的 國民黨會代表的選舉 是 我們現在看到 在另外一個畫面上 這個陳水扁先生 已經在他的競選總部 那麼可能稍後有一個記者會 待會稍後記者會 我們會全程的 讓觀眾朋友來觀察 在今天的記者會裡面 他可能要幾個訊息 那麼必須要出來 第一個怎麼樣 能夠讓支持他的人 還有這個不支持 而支持這個這個 衰扁總統 楚一先生跟這個 跟連戰先生的 那麼怎麼樣能夠結合這民眾 更重要的一點 是兩岸的這個問題 是不是陳水扁先生 也有一些重大的這種訊息 可以傳遞出來 那麼現在好像在開場 但是還沒有開始 這是不是也請到 張五月教授很快速的 目前可能民眾最關心的 有很多人大概有六成以上的民眾說 甚至於七八成以上說 會不會兩岸的問題 真的發生這個危機 像這個十天以前 朱鋒基先生的這種威脅 說過兩天再喬 那麼現在所有喬民眾 台灣的民眾說 我展開我挺起腰桿來讓你喬 怎麼樣 我想兩岸關係的議題 在選戰最後階段 確確實實 它這議題整個被模糊化 被口號化 而且被意識形態化的 選戰之後 今天回歸到兩岸關係面時 我們還沒那麼模糊 還沒那麼所謂的口水化 這是考驗我們的智慧的 我想關心兩岸關係的議題 我們最近接了很多電話 大家關心說 兩岸究竟會不會有戰爭呢 其實我們觀察的重點 從三月十八號到五月十號 這段時間是兩岸關係 相對是個敏感的 大陸方面做法一定是個觀察 一個測試 一個所謂施壓 這三者之間並存 它應該是會以五月二十號 這樣就職演說 來作為它兩岸關係 究竟下一步如何走的標準 但是大陸方面 確確實實 它不會什麼 它不會所謂的旁觀 靜觀欺騙的 它目前而止 確實是在敘事待花 而且在豪爭以霞 所以台灣內部的民主機制 究竟是能不能轉換我們的 所謂實力 因為不管要戰爭所 都要靠實力 實力怎麼要因應呢 靠台灣內部的實力吧 所以台灣內部的民主 究竟是我們的資產 還是我們的負債 其實看過去還是看未來 完全考驗著目前的領導者 也考驗著未來的領導者 Steven So far you can catch up with us No problem We use some Mandarin Thank you very much 現在是民進黨的主席 林毅雄先生馬上有話要說 但是也請教Steven一下 您覺得在今天 陳水扁先生已經當選 您是美國傳統基金會 長期在觀察兩岸問題 有在美國學界 社會也有非常多的一些的影響力 您覺得如果陳水扁先生 面對中國這樣子的一個關注的時候 他在當選 甚至於待會在記者會裡面 您認為可能他必須要做哪一些事情 認為這個是一個歷史性的和平轉移 所以為了和平的話 第一個要求是要打開一個 跟大陸的溝通渠道 所以首先應該回答大陸的一些擔心 第二 他需要打開跟美國的國會山莊 國會的一些政府官員 一個溝通的渠道 那這些方面 我認為我們傳統基金會 願意為他做一些幫忙 我希望他能夠派一個代表 到國會山莊 跟我們的代表聯繫 讓他們了解他對兩岸政策有什麼希望 有什麼目標 而且對美的關係有什麼希望 有什麼需要 那您覺得這個在時間上說 可能是他可以等到5月20號以後 還是說甚至於已經要在今天 或者在馬上的立即的一天兩天 甚至於在下個禮拜之內 就必須要有所行動 我認為這個何秉是最需要的 所以立刻應該去做 甚至於待會兒在他的這個 Press Conference 裡面 對 看他是不是有一所表達這個Message 我希望如此 是 稍後他如果陳水扁先生 有任何Message 我們也請你來看看 Evaluate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看一段這個民進黨主席 林一雄先生在勝選之後的說法 繁榮喜露的信台灣 勇敢的達出了第一步 達出關鍵的第一步 接下來我們必須站穩每一個腳步 民主進步黨清楚的體認到 每一張選票的背後 都充滿了對台灣未來的同情和期待 所以民主進步黨 將以最嚴肅認真的心情 遵照人民的意志 承接執政的重擔 履行我們在土地人民所許下的承諾 執政的民主進步黨 將建立清流共治的全民政府 執政的民主進步黨 將眷權政經抵制 維持公平自由的競爭環境 執政的民主進步黨 將努力推動文化教育改革 努力維護美麗的土地 我們看到民主黨主席林毅雄先生 那宋楚怡先生也在面對這個結果之後 現在可能開始要說話 因為宋楚怡先生目前的這個得票 也是466萬4932票 達到36.84 有很多的民眾可能在情緒 還在鼓蕩之中 我們聽一下 宋楚怡先生在放出什麼樣的一個訊息 各位鄉親 中華民國最重要的一次民主大選 在今天能夠非常順利的舉行 這是中華民國我們共同大家的驕傲 您說對不對 對 我們民主的選舉 有輸有贏 我們真正所關心的 是民主的發展 民主的前途 我們希望 我們大家 對於民主真正的意義 能夠更加的體會 能夠對於我們 在中華民國台灣 大家所堅持的 人民 是國家的主人 人民 是我們真正民主的主人 這個基本的原則 是我們大家共同奉行不渝的 你說對不對 楚瑜 在八點鐘的時候 曾經試了想 在這一次大選當中 贏得勝利的陳水扁先生 呂秀蓮呂士 想跟他們通電話 表達 向他們的道賀的意思 因為民主 就是要尊重 人民的決定 因為我們 處於 跟所有 我們的鄉親 我們共同 所期盼的 就是希望 台灣的民主 是我們共同 大家所尊重 和追求的 最高價值 好不好 我一方面 要向當選的 陳水扁先生 跟呂秀蓮呂士 向他們 表示祝福 我們也期盼 中華民國 能夠 持續的 來推動 民主的憲政 在這一次的大選當中 楚瑜跟 張兆雄先生 以非常感恩的心情 要向 全國的民眾 要表示深層的 敬意和感謝 非常謝謝大家 先生非常強調說 他在這個接受 整個一個敗選 並且是非常有風度的 要向當選的 陳水扁先生恭賀 剛才民進黨主席 林毅雄先生 也說已經走出第一步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到現場 很快的回到現場 來準備請 我們直接請陳水扁先生 看這個陳水扁先生的記者會 陳水扁先生 林主席 幾夫人 陳水扁先生 副總統 當選人 尹修蓮女士 各位 黨公子 先進 同志 各位嘉賓 各位父老 鄉親 海內外的同胞 以及各位记者朋友 大家晚安 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 副总统选举的结果 已经揭晓 民主进步党的陈水平 李秀莲 正式当选 台湾第二届民选的 总统副总统 首先我们要以 无比数目 迁徙的心情 感谢台湾人民 感谢台湾这一块土地 我们更要感谢 林主席 民主进步党的所有前辈 先进同志 感谢李衍哲院长 和国政顾问团 勇敢的站出来 我们更要感谢 在选举过程当中 付出心力的 所有朋友 这一刻 是台湾历史 庄严而神圣的一刻 因为勇敢的台湾人民 用爱跟希望 克伍拉恐惧跟黑暗 用神圣的选票 坚定地表达我们 维护民主的决心 阿平跟李秀年的当选 代表的不是我们个人 或者民主进步党的胜利 而是民主的胜利 人民的胜利 这是光荣的时刻 更是我们责任的开始 我们要感谢全球各国 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关心 跟支持 使得台湾的总统选举 能够顺利完成 今天台湾为民主的发展 写下新的一页 会开启了亚太地区民主 和平的新契机 更为全球第三波的民主过程 做出具体的示范 今后台湾将要继续加强 跟西太平阳地区的政府 和人民的交流互动 共同租立于维护台海 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阿平跟李秀年的前民政府 将以台湾的发展经验 帮助国际社会 推展民主 维护人权 以我们的经济实力 协助第三世界的国家 推动改革跟发展 善尽国际社会成员的责任 这一次的选举 不只是台湾人民的骄傲 也是全球华人 共同的骄傲 我们有相同的血缘 跟文化 我们希望透过彼此 更加紧密的交流 以互动 以耐心 和尊重 共同为华人社会 开创一个 和谐 喜乐的 新世界 台海的和平 跟稳定 是双方人民共同的期待 未来 我们愿意以最大的善意 跟结心 进行前方位 建设性的沟通 与对话 在确保国家安全 与人民利益的前提之下 我们愿意就两岸 直接通行 通商 投资 和平协定 金字互信机制等 各项议题 进行协商 我们也诚挚地欢迎 江泽敏先生 朱荣基先生 以及汪道涵先生 能够到台湾访问 阿平跟李秀莲也愿意 在就职之前 前往中国大陆进行 和解 与沟通之礼 我们相信双方的领导人 都能够为彼此关系 未来的良性发展 竭尽智慧跟勇气 迈向善意和解 积极合作 永久和平的 永久目标 险棘的结果 也许有一时的输赢 但是我们相信 险棘的中了 就是和解的开始 台湾人民要共同建设 伟大未来的意念 绝对不会因为一时的情绪 而分开彼此的力量 当明天的曙光 照向一山山顶的时候 就是台湾迈向和平 民主改革的另一个开始 台湾人民要一起面对 未来的改革工程 不分彼此同心协力 梦想就要实现 阳光已经看见 我们相信 足有透过 对彼此的真心尊重 以同理心的充分了解 台湾才能够超越 历史的包袱 与平静 才能够克服 内心的恐惧跟不安 只有这样 台湾人民才能够用最高贵的心灵 和最无私的爱 成功的推动国家 以社会的向上提升 所以让我们用最谦卑的心 来包容所有不同意见的人 用最慈悲的爱 来跨越抚平曾经有过的泪痕 我们将尽数邀请 包括民进党 国民党 新党 建国党 以及五党籍的代表 成立一个跨党派小组 用最大的包容 以尊重 来抚平 选举过程的矛盾跟裂痕 此外 我们也要向其他的 宿主总统 副总统的候选人致意 因为各位的指教 以及金主之争 让阿平跟李秀莲 有成长的机会 未来的跨党派小组 将秉持不分族群党派的精神 广纳其他货险人的政见 作为未来 全民政府的重要施政参考 政党轮替终结黑金 清流共筑全民政府 台海和平 永续发展 是阿平跟李秀莲对台湾人民的承诺 相信 也是大家最殷切的期望 阿平李秀莲 将以理性负责的态度 为台湾两千三百万的同胞的 未来共同努力 愿上天保佑台湾人民 愿上天保佑台湾 我们永远的母亲 感谢大家 祝福各位 谢谢 接下来 接下来 我来宣读 李远哲院长 刚刚传真过来的一个文稿 他要我们带他在这个地方宣读 这个文稿的题目 叫做 掌握台湾的未来 就从今天开始 公元两千年3月18日 是个重要的日子 在这一天 台湾的选民 已经透过民主选举的方式 挑选了我们的新总统 民进党的陈水扁先生 我在此 要向陈总统 和民进党党主席林毅雄先生 致意和祝贺 陈总统在昨晚 重申他立志要做一位全民的总统 而不只是民进党的总统 我相当赞同和肯定 他这种气度和见识 今天的选举结果 不但是总统 陈水扁先生 和副总统 吕秀莲女士 以及民进党重要的一步 更是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一大步 政党轮替 终于在一党独大主政55年之后的此刻 在台湾实现了 执政的国民党 虽在此次选举落败 但我仍相当肯定过去几年里 在李登辉总统的领导下 所造就的政治民主化 和经济自由化成绩 对他们为台湾所做的努力 我在此表示敬意 新总统和新政府的产生 也象征着台湾将开启 社会政治改革的契机 和终止向下沉沦的危机 我希望陈总统在今后四年 能一一实践他选举中 提出的诺言和证件 同时我也希望陈总统 能对其他候选人 所提的宝贵证件 给予重视和思考 以作为今后施政的参考 选举激情已过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认真地协助新总统 和他的新政府执政团队 建议好的政策 找寻好的人才 责成他们打造出好的施政品质 你我和所有的国民都有责任 拉起锈管 集结所有台湾向上提升的社会力量 来与新总统新政府 一起实现我们的梦想 2000年3月18日 李远哲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各位媒体的朋友 有什么问题要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是不是只接受五个问题就好 祝贺你们二位 当选中华民国第十届总统副总统 我是星岛日报 驻华盛顿的记者李哥 陈水扁先生 此时此刻 作为台湾独立运动的最初的倡导者之一 同时作为中华民国的后任总统 当2200万台湾人民的命运 掌握在你手里的时候 你的台湾独立立场有没有改变 你如何看待中国大陆在统一问题上 不放弃武力的原则 第二个问题我注意到 您刚才回避了 我回避了中华民国的字样 你说你是台湾的总统 那么你是否想 请只提一个问题好不好 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提一个问题 每一位媒体的朋友 刚才我在总统副总统的当选感言 开中民意 我就提到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 副总统选举的结果已经揭晓 我们的当选感言标题就是 人民的胜利责任的开始 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副总统 当选感言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问题 绝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作为中华民国第十任的总统 当然我们坚持台湾的主权 应该要获得永久的确保 我们要追求台海永久的和平 这不只是我们的使命 也是我们的天子 我相信作为台湾新的国家领导人 对台湾这一块土地 我们有捍卫的义务 责任跟决心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 没办法接受所谓的一国两制 甚至让台湾变成香港第二 澳门第二 我们这样的一个捍卫的意志 与决心 绝对是不容置疑的 一样的道理 台湾人民追求台海的永久和平 这一种意志与决心 也绝对不容有任何的低估 我们要再次的提出来 海峡两岸的政府 与人民我们共同的目标 很清楚 就是善意的和解 积极的合作 永久的和平 我们要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指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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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女士刚才有提 谢谢 这位女士刚才有提 那么您什么时候开始跟大陆对谈 刚才我们在当选的感言特别提到 我们有必要来凝聚台湾前秉的共识 朝委的共识 所以对目前所引发的海峡两岸的紧张跟误会 我们有必要邀请包括民进党 国民党新党建国党及其他五党派的人士 共同组成一个跨党派的小组 我们希望能够敦请李衍哲院长来担任召集人 能够形成国内的共识 不只是前民的共识 也包括朝委的共识 我们希望能够拿出最大的善意 跟积极的作为来跟中国展开进一步的对话 所以刚才我们也累积了包括几个议题 这部分我们都不会排除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诚意 要有善意 能够展开历史新的一页 我相信绝对是符合海峡两岸人民的利益的 谢谢 陈鹏宇我想我们留一点时间给国内的媒体朋友 未来您的全民 未来您的全民政府将如何与国民党合作 未来是不是有解散立法院的可能性 谢谢 我们不会解散立法院 我相信我们的当务之急 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出来的 今天选举过后 就是一个和解的开始 所谓和解不只要跟中国和解 也要跟国内各党各派和解 特别在目前国会 仍然控制在国民党的多数所中 我们认为也有必要针对不同的议题 以及符合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很多议题 我相信所有的国会议员 绝对会不分 我们现在回到现场 陈学北先生谈到国内的内政的问题 但是可能民众最关心的 就是陈学北先生谈到两岸的问题的处置 我们在现场有好几位专家 稍后也可以针对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首先 也跟各位立即来联络到 一个北京的卫星的连线 那么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教授严学通严教授在北京 严教授你好 我是李涛 你好 李先生 你好 我想你刚大概听到了 这个陈学北先生 今天是总统当选人的身份 那么第一次谈到这个两岸的问题 那么他以这个两岸的 这个可能的立即的这种三通 或者是他自己本身 或者是副总统当选人 或者是从这个朱镕基先生 江泽民先生来访问我们这边 那么您觉得这个问题 是不是一直强调的是 所谓的诚意跟善意 但是对北京 对这个政府来讲 是不是能够接受的 首先是刚才 陈水扁先生说的话 我听的并不是很完整 我是从一半的地方听起的 我是从他开始谈论 如果他当政 他将继续这个 以独立的主权 与大陆进行往来 而且我也注意到了 他反复称呼 是要和中国进行和解 而不是说是和大陆进行和解 也没有一点表现出来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如果陈水扁先生执政之后 坚持他刚才说的这一套 而且是把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 作为两岸进行政治对话的 这么一个前提的话 我想他执行这个政策 将给台湾人民带来的 只能是灾难 不会有任何福祉 所以您听到了 陈水扁先生一再强调的说 是用诚意跟善意 试图能够取得 双方的这个了解 但是以政权 这个整个主权的一个维护 但是也永久的追求 两岸的和平 这个对您那边的领导人来讲 是完全不能接受 还是说 这必须还要观察一段时间 我想追求和平 是全人类的这个愿望 我们也是要追求和平的 另外一个关于善意和诚意 我们要看陈水扁先生执政之后 他所出台的具体的大陆政策是什么 是否表现了他今天所说的善意和诚意 我们希望陈水扁先生 能够采取具体的政策 展现他的善意和诚意 与大陆开启政治对话 也就是说 放弃他以前的一些个台独的言论 和分裂祖国的那些个言行 这样将有助于两岸之间的往来 特别是我意识到 我注意到陈水扁先生 在他竞选的后期曾经说了一些话 和他早期的台独言论是完全相反的 截然不同的 我希望他能够在执政之后 采取他最后说的这些个 促进两岸之间进行政治对话的这种政策 那么将是有利于两岸人民福祉的 如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 而是重返他以前的台独政策的话 那么我想最后的结果 恐怕不是他今天所预想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认为 他坚持的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的立场 和大陆进行政治对话 这样是一个善意或者是一个诚意 我们认为这是他有意的破坏 两岸之间的政治对话 但是陈水扁先生刚才还是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希望从两岸的三通的问题 您觉得这个三通问题 可不可以单方面的进行 或者说一定要在 这个朱镕基先生的四天以前 说一个中国原则之下 否则什么事情都免谈 同时陈水扁先生在昨天的最后一页里面 也一再地宣示 那么在他当选之后 那么他所参加的政党的一切的活动 他就完全会脱离 您觉得怎么样来解读这个一个讯息 我首先注意到陈水扁先生说 他将摆脱政治政党活动 那么这很显然 似乎他要摆脱民进党 台独政策对他的约束 如果陈水扁先生真是这样做 我觉得大陆是会欢迎他这样的 关于两岸的三通 陈水扁先生建议两岸开展三通 能够越快越好的 这种做法呢 我觉得也是应该受到欢迎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关于两岸之间政治对话的问题 就是不要为两岸的政治对话 设置意外的前提 额外的不必要的条件 破坏这种政治对话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解决 我想两岸之间的三通 以及他不再参与民进党的一些个活动 那么这都将有助于两岸关系的改善 有助于他所说的追求永久的和平 朱镕基先生四天以前 所提出来的一些的警惕 台湾的选民 你要警惕啊 或者可能就是一有所指的 可能就是针对陈水扁先生而来 而今天陈水扁先生得票率是在39.3% 那么在几位领导人方面 是不是也能够理解到这样的这个说法 刚好是让选台湾的选民是极度的反感 我的想法就是今天 陈水扁先生能够得到这么多的选票 一个方面是有他原有的一些个民进党的选票 另一方面实际是李登辉 气连保扁的这个政策发酵的结果 也就是说其中有相当的 原来是支持连阵的票 跑到了陈水扁这边来 其原因就是说 从一开始李登辉就下定决心 要扶持陈水扁上来 采用各种策略 稳住联合去图像送的名 而同时挤出一部分票到陈水扁上来 如果说陈水扁先生成功 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了李登辉的这个策略 或李登辉这个废弃国民党的这个宗旨的结果 所以至于多数人选了陈水扁以后 是否能够给台湾人带来好处 我想还要等待历史才能做出正确的回答 但是在目前来讲 您或许目前可能没有办法得到立即的 这个北京的领导人的反应 可是您的理解 那么北京领导人在看陈水扁以非常高票来当选之后 那么是不是如何来解读 说这是台湾选民是在倾向这个独立 或者说了不了解台湾选民在这一次让陈水扁高票当选 主要的这个主因是台湾希望的改革 您觉得这个北京领导人是不是能够了解这一方面 我个人的认为就是陈水扁先生能够从多数票当选 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是李登辉的这个策略 所以呢就是说他并不是能够完全反应 就是说是这个人们就是完全的支持这个 李登辉的 对不起 这是从台北打来的 对不起 喂我实在对不起啊 这个 请继续 我认为就是说是我们的解读非常清楚 这个多数人的选举虽然是表明了他们 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了陈水扁 但是未必是支持陈水扁的独立政策 是 那这个朱镕基先生四天以前也说 再等两天走着瞧吧 您觉得这个走着瞧是那时候 是朱镕基先生的一个情绪的语句啊 还是说这个是有真实的可能的威胁的行动呢 我不认为就是说大陆采取任何的行动要威胁 首先一个从目前的情况看 陈水扁当选以后还要等两个月 才能够知道他的大陆政策是什么 所以我想在这个期间呢 主要还是观察这个陈水扁的大陆政策是什么 而不是说是对他采取任何行动 是 我想非常谢谢严先生 你接受我们访问 我们卫星的时间也到了 不过您刚才强调的 说是必须还要持续的这个观察 当然这个陈水扁先生 今天晚间的记者会 是不是能够很清楚的说明 或者是就是一个重要的讯息 我们想以后也会持续的跟你保持联系 随时听听您那方面的意见 这也是一个善意的 很快速的一个沟通 再一次的谢谢严教授 谢谢您今天接受 从北京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谢谢 我们马上在休息片刻回到现场来 针对陈水扁先生的一些的 刚刚记者会的观点 还有是包括这个严先生 他可能一些的观点 我们想听 无论从美国来的一些的 这个主要的意见 还有我们国内的学者 就会的观点 我们稍微休息片刻 马上再回到现场来 2000年总统大选 陈水扁是总统当选人之后 全民共同要面对的 立即的几个问题 那么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这大家最关心的两岸问题 马上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